有12位朋友们问说现在这个时势是不是适合创业,以及千万创业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? 我想任何时势都适合创业吧,你知道心里有创业的念头就适合创业,现在的问题是说这个创业你到底想要解决的是什么样子的社会问题? 那在以前呢,就是大英代课全数的那个年代,就是有web和web2.0以前,都是你要先累积好很多知识,然后先确定编辑,交证什么都没有问题,之后再发行,这个是一般的流程,但是有了web记本课之后呢,就发现说,不是是你先发行,然后再来编辑,web记的这个发明,Wall Cunningham,有一个叫做Cunningham定律,就是说你要把这个知识,正确的知识收集起来最快的方法, 就是你跑出一个错误的答案,然后所有的人都会想要纠正你,那这个时候你把这些人的纠正设计起来,就是正确的答案了,所以这个就是web记本课的原理,那所以同样的就是在有群众募资以前,就是你要先做得出产品,那或者设计出一个服务流程,然后才上这个市场,接受市场的考验嘛,然后呢,才能够赚到钱嘛,那在有了群众募资之后,你是先赚钱嘛,然后才去做产品,所以就是说,因为现在有刚刚讲的Coreation过程创作这些平台, 所以当你创业的时候,只要你解决的是一个共同的社会,经济或环境问题,也就是有客户当然有许大成功的,的话,那么你开始一个群众,是最简单的一个方法,如果你的群众失败,那不是你的失败啊,是表示你挑了这个群众的切入角度,目前这个社会并不是很需要, 如果你的群众大成功,这个莫到了四十倍的钱,这个时候你才是开始爆肝的那个开始,表示说这个社会期待超出你的想象,那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,每一次的群众失败,大概都是让你周转的一次机会, 在以前创业就是传统的创业模式,每次周转可能就要这个倾家当家,那但是呢,现在呢,因为有类似群众,或者甚至群众外包,等等这些做法,定期定额的群众外包,甚至股权式的群众募资等等,这些新的这些方法的出现,所以,其实你每次周转都不需要群众,不太需要群众,除了花十年之外,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,最需要的条件,就是你能够放得下自己的面子,然后跟所有参加你的群众也好,你的第一批客户也好,等等也好,去说你心意爱,这样子的这个努力,去把你的所谓的顾客变成你的共同创造者,合伙人等等,你不一定要去成立一个合作社,但是你要有合作精神,那这个合作精神就是我觉得创业最需要的一个条件。